好 现在差不多大家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Vidu打开 各位你们现在最新安装的版本 应该就是1.06 糟糕 今天又更新到1.07了 好 但是没关系 反正我们Vidu的更新速度 其实还蛮快的 还蛮快的 那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 就会有一个小版本的修正 可能针对一些bug 或者一些小地方做改进 那你随时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 你看他用到的搜索 不是搜索 就是他用到的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Google的语音转文字 有没有 然后还有Amaron的 这个都一样 类似的功能 另外他也有翻译 有用到Google的 另外呢 他的AI的语音 也有用到这些技术 那强调一下 他的这个软体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还有很多东西 这些呢 你都可以用在商业用途 这个是他很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各位一样的 进来了之后呢 我就跟大家一样 开新的专案 我们刚刚已经有线上体验过他编辑文字的能力了嘛 现在我们来自己开一个新的 好不好 从这边 然后你做一个新增 新项目 按一下 那你看 刚刚Monica提到的 就是说 我如果有一段影片已经做好了 没有他是要录一段 那如果你只有文字稿 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文字来制作影片 对不对 如果你有一段声音 我就从AI的语音 应该说 如果你有一段文字 我就请AI帮你念 也可以 这个的话 是连AI帮你产生图片也产生好 好 那一般比较标准的 我们会从你的影片已经制作好了 或是你已经有录好一段声音 我就从这里开始 那假设呢 你今天可能是用手机做拍照或录 录声音 你也可以从这里 因为他有一个很方便的是 你不用安装APP 我就直接从这里按一下 你的手机就扫描这个QR Code 就会自动的 把档案传到你的电脑里面 很方便 这个功能至少我觉得 他做的还蛮不错的 虽然他会用到你的 如果你是不同的WiFi网段 或者是那个就是行动上网的流量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但是很方便 我就不用再从这个手机端 先传到电脑上再来做 就可以直接透过这里做 然后他也可以做短影音 这是他之前推出的功能 甚至呢 我刚刚提到的 你把PDF叫进来 他就自动帮你辨识 PDF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会自动用AI语音 帮你念出来 真的很方便 这一块还蛮不错的 这个 如果像刚刚Monica那种 你的简报 文字 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 也可以请他帮你用这种方式做 效果也蛮好的 这样了解 所以我现在呢 因为刚刚我用那边录的 我已经录转出成功的 我就从这边去选择 好你看我在这里找到我刚刚输出的 这一段 这个 然后进来之后他问我 请问你的是语言是哪一种 好就是影片里面的 我就选繁体中文 然后呢 在下面这边 有其他的选项 这边你可以选择要做 要不要做调整 这个我就先不改 好我就只按确认 这个时候他会开始把你的影片上传到 这个Google那边 他会只抽出声音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其实还蛮快的 那目前那个免费方案 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付费嘛 好因为他其实说真的以前是完全都免费 那最近当然也是受到景气的影响 所以他也会做一些限制 不过都还好 你免费的是一个月有200 好像是200分钟吧 这个辨识的 所以应该都还够了 都还够大家使用 你看这样辨识好了 那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看看这个内容 有没有 这个内容 all不ok 好 所以你看哦 我先 我简单play一下啦 所以你们听不到声音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在 Google Earth Studio里面 汇入我们Google Earth制作的KMG档案 好 那你看我这个进来之后 你有发现 好 他其实这个Google Earth Studio 还辨识的有耶 比我预计的好一点 只是他没有大小写嘛 对不对 他没有中间没有隔开 好 那没有关系 但是后面这里可能就不行了哦 Google Earth 他把它翻成20了 有没有 所以我 我刚刚跟你讲说 他那个demo的影片 算是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这样子 因为一定会有辨识错误的 好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 我可以像这样用 好 所以如果这两段 我要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这个Delete 按一下 哎他就上来了 那我的字幕 你最简单的 可以像这样 在这边做修改 所以你就往后 往后再找找 那一样的 我们做Verture 你也不要想说 我要把一段20分钟 30分钟的影片 这样一次丢进来来做 因为你的这个 绝对会拉得很长 那这样反而 你在编辑的时候 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你分成不同的片段 事实上他在这里面 还可以再增加影片 我可以再增加第二个 那他就可以变成两个 类似场景的概念 可是我 刚开始我会建议大家 先不要做那么复杂 你就是把影片 变成5到10分钟 或15分钟以内 这样子的话 你再做 就会比较OK 有没有 你看我们这样子 是不是说 效果就还蛮不错的 而且呢 他编辑字幕的功能很棒 你看我会有口头禅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 要找 我一定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透过搜寻跟替代 你看我们在编辑这里面 他有搜寻跟替代 我看一下 在这里 其实快速键比较快 跟我们平常找东西一样 Ctrl加S就好了 你看Ctrl加S 有没有搜寻跟替代 我就从这边 找到我要 找的 那个关键字 你看我一打呢 他就告诉我 我里面 有这么多呢 那怎么办 你看 有分两种 一个是你只删字幕 一个是我连影片编辑 我都可以直接编辑 也就是如果这个我要替换掉 或是我要剪辑影片 我要把它删掉 我不用再一个一个去找这个位置 我直接就把它删掉 那就OK了 你看 我就直接跳到这里来 我把这个全部选起来 有没有看到删除所有的单词 这样所有的呢 全部都会删掉 连字幕就一起调整完 这个是真的蛮强大的 很方便 你看我这样就调完了 所有的呢 通通都会不见 真的真的 如果他有Google Earth 每次都帮我翻成20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取代 好 然后这边我看一下 子愿有提到 文字制作影片还要再下载软体吗 对啊对啊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线上体验版 只能体验 那你要做完整的功能 一定要安装软体 线上版的 纯粹是以他的那个demo去做常用的编辑 可是没有办法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这样大家OK吗 那么你这个做完了 如果你觉得 我这一段我用Google的文字转 语音转文字 我不满意他的就是 怎么讲 他的那个翻译的结果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 我早上用的那个AI的功能 好 这一个部分啊 我在简报里面有 在这边 好在简报的23页 23页这里 那我先把这个软体我先 我先让他去做一下 去辨识我的 那一段影片的内容 来你看 我会像这样子 好他执行之后 他是一个独立的软体 当然 这个AI的部分啊 现在也有云端版 只是他会有那个 那个时间的限制 免费的好像是200分钟 那之后就要复费 好 这个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先用 这个电脑版的 那你看我找到这一段 好 我就把它取出有时间的 好有时间的这种 字幕的格式 你如果要存文字 这边也有 好 这里有存文字 可是我要这一种的 我就按转换 他就会开始把我做 这个 语音转文字 当然这个部分会牵涉到 你的电脑效能的问题 因为你的电脑效能 如果比较差 这个动作就会比较久 那我这一台是还好 大致上会用差不多 我比较常遇到 大概就是三倍到六倍 这中间的速度 也就是我的影片 如果有十分钟 那我用六倍 是不是大概不到两分钟 就做完了 如果是三倍 可能大概就是三分多钟 好来你看五点多倍 有没有 所以原本我这个影片是三分钟 那五点多倍 所以不到一分钟 我就完成了 总共36秒 他就做完了 那 在这边呢 他会帮我产生 这样的 这个 srt 来你看到这里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 那个字幕档 我们Google上面那个YouTube 或者云端硬碟 都有支援这个档案 你看我把它打开 我用记事本 好有没有看到 第一段大家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你有没有发现 Google Earth就是Google Earth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Google Earth 他就不会翻错 有没有不一样 准确度高很多吧 所以我要改的 这个 就相对比较少 而且你看Google Earth Studio 他还翻的都正确 这样厉害吧 要不要拍手一下 给AI拍拍手 不是给我拍拍手 哈哈 真的真的 他很厉害的 那你这样好了 我们VLU 可以汇入的 来你看一下 我就到上面来 告诉他 字幕字幕 你这样不行 我想要汇入 我外面自己做好的 所以我就到字幕这个功能 按 导入字幕档 那这种字幕档 你看他支援的就是 SRT 其实字幕的格式很多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这个 SRT的格式 那我就把 我刚刚取得的 这一个0610的 字幕档 我就把它导入 好了 就这样 你看我就不用再改了 大家好 有没有 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 怎么在Google Earth 16 里面汇入 这个 这个KMG 他弄错了 对不对 KMG 是没有这个格式的 而且你看 如果你常常做 某一类别的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名词 变成加到他字典 以后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替换 好你看 我只要有KMG的 好 我把它选起来 然后呢 我告诉他Ctrl加F 我希望他KMG 你看这里有三个 你要帮我改一下 好 不是这个KMG 是KML KM KMG 还是KMG 好 KML 应该是KMG 好 好 我就替换一下 这样我全部就替换完了 这样OK 好你看我们这样是不是就 整个内容 我要改的地方就不多 好 这样我很快速的 是不是就把字幕的部分 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接下来 我们刚刚不是有做片头吗 对不对 要加进来 所以你看 我滑鼠移到上面去 有没有 你要在中间增加 你就两个片段的中间 我可以增加片段 然后我告诉他 这里我要一个影片 我就把我的影片叫进来 那这里面 他有送你一些 这个来自免费图库的 我就从这里按 从电脑上传 我在这边 要的是这个片头 这样 大家没有开始 有点概念了 其实 做影片的方式 都大同小异 但是 这中间 只是说我们用的软体不一样 你看我们在这里 我的片头进来了 总共三秒多 有这个 然后我再来这边 就正式进来 然后就可以像这样子 当然你要加一个片尾也可以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feel一点的 所以刚刚那个谁 Monica还是谁在问我说 那个流程 我做就是像这样子 那我做好之后 因为现在是都很单纯之后影片 好 如果说你觉得 哎 我不要自己的声音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看我点到 这个头影片 好 如果你想要 这一段影片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声音 我看右手边 他有一个调声音的 怎么没有看到呢 啊格式这里 因为他针对影片的部分 好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用AI的语音 你可以插入了 可以在这边 我直接把我的影片静音之后 我记得这边应该有那个静音的功能 在效果这里 抱歉 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不想用自己的声音 你可以把它勾起来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效果 调整音量 有没有可以调整你现在的声音变成0 就是静音 然后呢 再去插入 叫他用AI 你可以用AI的配音也可以 好 就配在这个片段里面 或者你选的 你看我如果勾起来 我就配在 这个我选择的 对不对 选择片段 那你就可以有AI的配音 对 这也是一个方式 这样大概了解意思 像这样子 那我先把配乐的部分加进来 因为其实平常我不会只有单纯片头 然后再加我的声音 因为我通常会有一个片头的音乐 然后再加上我讲解的时候 背景有一个比较小声的音乐在进行 有点像广播节目那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在插入这里 他有提供你 有没有一个叫背景音乐 这些强调一下也都可以商业用途 免对使用的 好 首先你可以先决定我要套用到的范围 预设是在整个片段 就是整段影片都会 那我现在只要在片头嘛 所以我就在这里 好我就找一段 你可以先试听看看 像这个就是我平常很常用的 好我确定要我就插入 你看就进来了有没有 所以他叠加在这一个头影片 这个影片片段上面的内容 就会出现在右手边 有没有 而且你也会在下面这里出现 你看片段一里面有一个影片 有一个音乐 那这个音量如果你觉得OK 你就OK 那如果需要调整就可以在这边调 然后如果你要调整它范围 也可以用这样拖曳的 这样了解 那么我们再往后咯 刚刚这个片头 我的声音会比较大声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 好这是我平常使用的 第二个我也可以先听一下 如果你很喜欢的 我也可以像这样加个星号 有没有 这样我下次呢 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这一首歌 如果你确定要这个 点到它一样的按下插入 好可是我希望它全部嘛 我就整个片段 但是我稍微调整一下 来点到它 那我调整一下我套用的范围 先套用到全部 然后把上面这个 因为我片头已经有了 我就调下来 这样就好 可是因为这里我有讲话 所以我会希望它的音量 稍微小一点 当我的背景的一个音乐 这样子 这样就完成了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很快的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编辑完成 那我问一下各位 对 你们刚刚 在新增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Valoo里面也有一个logo 有吗 有人有出现logo的吗 你有发现我没有对不对 有没有 你们的 在应该是左上角 或是右下角 我记得是在左上角 应该会有logo 有吗 有 有 那怎么移除 来 一样 请你找到右手边 它的logo就是一张图片 你只要点到它按删除 但是前提是你要登录账号 你如果没有登录账号 这个是没办法删除的 这样会的吗 所以它没有强迫你 你一定要左上角或右上角都有可能 而且你也可以自由移动 它就是一张图片而已 你就点到这边 右上角 看它是在 应该都是在第一页吧 所以你就点到它 按Delete就好了 好 那你看我这样就有了 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它做输出 你看我从右上角 有没有直接输出成 这个MP4档案 甚至我也可以把它 共享出去 你没有想到 影片也可以共享 可是这个共享 跟你想的 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共享指的是 我先把它按一下 把它先 按一下 让它跑一下 这里 我看一下它的连结 有了 来我把这个 连结传给大家 你可以打开去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的内容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上面做标注 比如说就是我跟你共同剪辟 要共同编辑这个影片内容 那我可以先把我做好的先给你看 那你在上面呢 比如说有错字啦 或哪些要修改的 你就可以在上面帮我做标注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换成自己的logo呢 自己的logo就是插入图片 你看这里 有没有插入图像 你就可以上传自己的 这样了解 所以它使用上都很方便 好 那另外你看输出 它也可以直接只有输出字幕 也可以 甚至你只输出声音也OK 还有呢 它更狠的是 它可以直接输出给Premium 或者是Mac上的Final Card Pro 还是有另外一个软体叫达芬奇 都可以给他们再拿回去那边做 更进阶的影片的编辑功能 所以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 那我顺便补充一下 刚刚有同学说 有没有那个双字幕的功能 对不对 有当然有 你看字幕这边 我现在是繁体中文 对吧 那我想要推出 那个日文版或韩文版 我就来这边 上方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添加翻译字幕 按下去 好 它会比较建议你就是字幕全部修改完了 再来变翻译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编改 那翻译还是要重翻一次 对不对 所以你完成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情 会比较好 好那你看我就请到翻译 有没有看到预设就是韩国朝鲜语 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Vidu是韩国货好吗 大家手机 电脑的设备 比较有机会用到韩国的软体 大家比较少用到 这个是来自韩国的一个新创的软体 那所以你要变韩语也没关系 你要变其他的语言 我们就来这边选一选 好比如说你要变英文的 我就找一下英文的 日文的也有 对不对 然后英文的好像比较下面 难得他排比较下面 中文简体也有 没有了 那应该是在比较上面 刚刚没看到 好了我先变日文好了 我就按翻译咯 好那一点点时间74个片段 好了 真的吗 我们点到下面来 有没有 大家好 这里就有 这两个就有了 当然你可以自由选择 要不要显示字幕 比如说我关掉 就没有 打开 有没有 那我也可以关掉基本的字幕 只留那个翻译出来的 都可以 那字幕本身的格式 当然都可以做调整 都在这边 你可以做调整 这样有没有很快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到这个功能 就马上做给你看 这样应该有感受到 Vru跟其他的这种剪接软体不一样的地方吧 那当然他本身也有自己的专案 所以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再做这种剪辑的 建议你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素材 包括你的声音 你的这个影片 你的图片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 因为这样子以后你就把专案档带着 然后呢这个资料夹带着 你就可以移到不同的电脑 好去做这个内容 这样OK吗 所以我把Vru这一段像这样做 给各位看就会比较清楚一点